你快点 我快饿死了 赶紧你快点 我快饿死了 再满就打不上饭了 阿花 我这就抢个列给你 你干吗呀 你叫马丫丫对不对 我叫向辉 从我一进班的时候呢 我就看上你了 咱俩交个朋友 好不好 向辉 你不许打丫丫的主意 没我的同意啊 她是不会和你在一起的 以你的材质和我的能力 我们火梯公司 一定可以在五年 不 三年 我们就要准备上市了 那时候我会祝你成为业界 最优秀的介入设计师 当你站在舞台上那一刻的时候 我们就要感谢 那个你身后最伟大的女人 别问了 别问了 向辉和毛丫丫要结婚了 奖给我 来 喂 你在哪儿 我在外面呢 你是不是去找佟建国了 没有 合同的事情我自己便搞定 不用你管 我不管 我不管能行吗 政府公司就等着这个合同呢 要不然后期都关门了 我是公司的负责人 我心里有数 你可别忘了 这里还有我的部分呢 你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合同气 你不要去 这电梯都怎么了 怎么今天 只能赶上一块儿放导品了 通常不做程度 麻烦再派几个人手过来 以后这种事情 能要继续通知我 不要影响他人体不要 行吗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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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过来 把那个正带为正中 摆在这儿 你们两个去看房坡 入定采派凯特别人 你们两个去 我们去 喂 彤总 我是何雨琪 我已经在您酒店楼下了 好 我马上上来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童总 我们火器公司就指着您这单声音了 您就搞胎贵手跟我们签了吧 您是地产界的大佬 是我们的前辈 您让我们晚辈 好好向您学习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 跟你们这么小的公司合作吗 是是是 我特别感谢您 给我们这次机会 我们一定会好好这 是因为你 这段话 别让我心里太好意去 我喜欢你 我真的喜欢你 我喜欢你已经好几年了 难道你感觉不到吗 东东 咱们两个 男为婚 女为嫁 只要你跟着我 想我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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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紧张什么 好什么 男人 征服世界 赢得女人 女人 征服男人 赢得世界 今天晚上 就征服我好不好 你看 开门 开门 你干吗呢 你干吗呢 你干吗停车客人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我把门打开 不好意思 这位先生 我没有权利 随便打开客人的房门 如果您要找人的话 请您联系前台好吗 你开不开 不开我停开了 你在这儿我叫保安啊 干吗你别踹了 开 佟总 你们怎么进来了 刘虎 刘虎 刘虎你听我说 刘虎有什么事 咱们出去说好吗 出去再说啊 有什么好说的 你们就这么谈生意的 有什么好说的 干吗你 干吗你 干吗 刘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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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虎求你了 求你别打了 刘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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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六花 你那个破公司 还想得到我这单生意 你做梦 你会付出代价的 你等我 宝儿 走走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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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吧 小姐 你没事吧 小姐 好 好 薛姨 我哥和雨夕姐 真的好般配啊 一个是小花 一个是才子 那当然了 我可告诉你 小青 他们俩呢 在大学里头就在一起了 都认识七年了 还不结婚我都急了 你看 多般配啊 我告诉你 他们领证的日子 我都已经替他们认好了 真的 是的 雨夕 你怎么了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不是跟伙儿一块出去的吗 不要说了 我要一个人见一见 你们都出去好吗 好好好 姐 好 不太对劲 我觉得也是 赶紧的打电话给我哥 问问看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好 何雨夕 你到底在做什么呀 毛小姐 这是医药费的收据 医药费我已经交了 医生说 你在观察一晚上 如果没什么事也可以走 不好意思 那我先走了 医药费交了就要走了 你也太敷衍了吧 我这头都被你打成这样了 我还没有找你要营养费 护费 精神损失费呢 女朋友跟人劈腿 你就闹个鸡飞狗跳的 还上街无垢至于吗 如果是你男朋友呢 你能接受吗 我 我在说你呢 你说我干吗呀 再怎么样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吧 还好那个酒瓶没有砸中药涵 这要是砸中 这里 或者这里 我小命都没了 不能动手打人也得看打什么人 那个佟建国就是该打 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 就做这种事情 我最讨厌人家做这种事情 不管怎么样 在酒店打人 但就是你的不对 私人感情的问题 可以在外面解决吗 干吗一定要在酒店解决 对吧 杨杨 杨杨 你没事吧 向辉 你总算来了 你看我这头 差点都要缝针了 谁打的 是不是你干的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打女人 你有本事你冲我来呀 对不起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什么对不起都是废话 你打都打了 你打我 来你打打打给你打你打我 行行行行行行行 算了吧 算了算了算了 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也道过歉了付过医药费了 算了啊 交过医药费就算了 受伤的人是你受罪的人也是你 对了你报警了吗 赶紧报警我给你报警 我现在就给你报警啊 赶紧报警 别报警了 别把事情闹大了 你快走啊 这样吧 这是我的名片 有什么需要的话联络我 我会负责的 对不起 你就这么让他走了 你就这么让他走了 你先坐了 太够倒霉了 算了 你还没跟我说 他为什么要打你家 误伤 他女朋友出轨了 被他发现了 生意都泡汤了 不说他了 说我们俩 我们俩什么时候结婚呀 我妈都催我了 你妈她不是看不上我妈 她不是一直说我穷 没钱没房还没车 又是从小地方来的 我哪儿配得上你啊 我妈 你别听她的 我妈什么时候看不上你了 没有 得了吧 我这几年去你家 听的那冷言冷语的还算少啊 所以我决定了 两时间不结婚了 小灰 你别跟我说赌气的话行不行 我妈说什么你就甭理她 我说配得上就配得上 我说结婚就结婚 我说结婚就结婚 是不是火光回来了 别碰我 我 我 不是那样的 真的不是那样的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我真的只是想去把那个合同签了 我没有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这样做 也是为了你 为了公司 为了我 我有让你那么做吗 我有让我的女朋友出卖自己去帮我做生意吗 可是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做过呀 没有做 都那样的还什么都没有做 你出卖你自己没有 你出卖你自己没有 我在意的不是她做了什么 我在意的是我的女人 我心爱的女人为了利益可以出卖自己 我就要跟你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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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何雨琴怎么可以干这种事情 太无耻了 月雨你先别激动 别进去 不一定什么事了 你再听一听 霍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求求你一定要相信我好不好 真的不是那样的 我们公司连这个月都挺不过去了 我只是不想眼前睁看着她倒闭 霍 你就能不能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呀 我真想不到 我交往那七年的女朋友是你这种人 你走吧 我不想看到你 走啊 雨花 我 我真的错了我 你原谅我行不行 我求求你原谅我我真的错了 走 走 走 我真的错了你 不要 薛妍 我 你也是读过书的人 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伤风败锁的事情呢 我们家刘虎对你有多好 你怎么可以背着她做这样的事情呢 太丢人了 妈 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好不好 不好 这不是你们两个的事情 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是关乎于我们刘虾颜面的事情 太丢人了 你怎么还不走 滚 滚 你再哪个事为我多想我 默默地守护酒 孩子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漂亮的女人不可以找好 漂亮的女人她不会安分收起在家里 漂亮的女人绝对贪母虚荣 你说何语其他不一样 何语其他不一样 何语其他有什么不一样 妈 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你们先出去好不好 薛妍 走吧 我给你气 我不是 我为你 你们此人 你自己在哪里 你自己在哪里 可以 解围 你自己在哪里 совсем还欣赏 我 vous 你自己在哪里 我从和你妈妈妈 mode 封密的状态 我 你自己在哪里 我 我也在哪里 永远陪伴 童话 这个时候你约我来这里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毛芽芽 被人有酒瓶子给砸了 现在人还躺在医院呢 芽芽 芽芽 你就只想着她 她是我最好的闺蜜 我怎么可能不关心她呢 可现在的问题是 我怀孕了 我怀了你的孩子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给我开这个玩笑干什么呀 你自己看吧 现在去医院 干什么 怎么 你想不负责任啊 你还是不是人啊 童话 我求你了行不行 现在就去医院把孩子打了行不行 不可能打掉这个孩子的 你必须跟毛芽说分手 但是绝对不能出卖我 什么 我被解聘了 为什么呀 你们总得给我一个解片的理由吧 童谦公室咱们酒店最大的股东 这回搞出这么丢人的事 而且还被员工给看见了 你说她能伤罢干凶 经理 您批评理 她耍流氓她有理了是吗 好 不给是吧 不给拉倒我还不稀罕了 这份工作我不要了行吗 不要 骂谁呢 我骂你啊 我骂的就是你啊 你们要怎么着呢 那是你们的事干吗扯上我呀 五年 五年的工作没了 我被解聘了 这只能说明你不重要 你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 随时都可能被踢出局 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吗 你少在这儿瞧不起人 没错 我是可有可无的小人物 但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 不像有些人 是有钱帮谁丢不丢脸 至少我过得比你好 我不会像一只小蚂蚁一样 随随便便被人踩死 你 谁有钱帮谁还有理了是不是 帮我胆上还有理了 男朋友谁啊 留伙是吧 喂 留伙是吧 我见你 干吗呢 喝水俩微信的 没水 你干什么去了 我到压压酒店去了趟 不让你去你也不去 我怎么去啊 压压她在这家酒店上班 让她看到咱俩一块出入酒店 她会怎么样 你放心吧 我刚刚听酒店的人说 压压被我哥开除了 压压被开除了 还不是因为我哥那件事 我哥那个人向来做事不留情面 要不我再帮你去问问她 行 这事你就别掺和 你哥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压压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是她闺蜜 我是她男朋友 咱俩这种厚颜无耻的事情 都做得出来 我有什么资格担心她呀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已经怀孕了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你永远都比想离开我 你是在威胁我吗 是 我就威胁你了 怎么着吧 我不能怎么着 这个事情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 我能怎么着呀 向辉 你为什么不回微信给我 你在干吗呢 你不是说你要爱我 你怎么关心我 保护我一辈子的吗 你都忘记了吗 回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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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五千 都知道你打电话给我是为了这个 你的务工费营养费什么精神损失费都在这里面 你这样看着我干吗 好 误伤你是我不对 说吧 要是不够你说吧 还要多少 五年 我在酒店干了整整五年 我每天起早躺黑 我听别人的使唤 看别人的脸色 我有的时候连家都回不了 我眼看我就要升职了 我就要加薪了 我就要 跟我男朋友租一家好的房子结婚了 这个我呢 结果被你这一场价打回原点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又要重新找工作了 这都是你害的 你被解雇了 对啊 同见过一句话 我就卷不开走人了 你说我冤不冤呢 这个同见国真是太混蛋了 长着自己有点钱就欺负人了 来 那天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我也是受害者 他逼我女朋友呢 我能不揍他吗 现在好了 到你这儿来了是吧 你不解气 走 陪你去找他 再揍他 走 散手散手 佟建国是谁啊 他是酒店最大的股东 他一口就能够咬死你 我是谁啊 我就是一只小蚂蚁 就他一个小厨纸 开始把我给吃了 你没有这份工作能死啊 你没有这份工作能死啊 干吗那么看清自己啊 我就不信了 走 你去揍他 这不是看清自己 这就是现实 我 我奋斗了五年 就无辜被劫病了 我一切都归零了 我送你回家吧 谁让你送啊 我踏破什么弱智女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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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们爱了谁啊 我是打不倒的钢铁侠 今晚放我过来 姐妈扛得住 毛鸦鸦 你是全世界最棒的 你是打不倒的 这样比较适合你 我就凭砸你脑袋都没事了 这件小事算什么 对不对 同学 你知道我在你脑袋上看到什么了吗 什么 帽子 一抵大大的帽子 还是绿色的 还闪闪发光哦 你说什么呢 你说什么呢 你跟我说 同学 不是有句话说 要感谢那些帮助你的人 也要感谢折磨你的人 因为他们让你更加强大 加油 祝你好运 高兔拉克 老雷雷雅 你是疼不疼疼 要不是你喝醉了我这走 带带小军 好吧 你来这里干什么 你走 我不想看见你 合同已经盖国章了 你说好吧 何雨琪 我真的不知道 要用什么话来形容你 你怎么能够那么理所当然的 把这份合同拿给我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呢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呢 你自己爱慕虚荣 你以为我也是吗 你看看我们在哪里 你看看外面 那么多年我们辛苦爬到这里 我们已经比大多数人过得都好了 可是你永远不满足 你为什么会那么贪婪呢 我要是你的话 我根本没脸再走到这里来 你有没有一点点你自己的自尊心啊 对 我虚荣 我贪婪 我没有自尊心 你还能把话骂得再难听一点吗 这份合同能改变公司和你留伙的命运 你就抱着你的自尊心过一辈子吧 我不需要 真的 你赶快拿着你的合同离开这里 我一秒钟都不想看见你 我们在一起七年了 无论是工作还是感情 你能对我多一点理解 多一点信任吗 你从来都是考虑你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为了你的自尊心 你就放弃公司的前途 放弃我们两个的情感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我真的很清醒在我们结婚之前发生这些事情 听到你亲口说出这些话来 原来我们不适合 与其 我们一点都不适合 这是安查尔先生 国际财团的主席 他要兴建一个大型的七星级酒店 你把这个消息尽快告诉刘火 可是这么好的消息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刘总啊 你是他的助手 你说的话他会听的 Lisa 以后我们见面 不要告诉刘火好不好 情绪不错呀 这么快就从失恋的印尼中走出来了 怎么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装装装还能装得再像一点吗 假装坚强谁不会呀 好了 别废话了 我今天找你来是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找我 我能帮什么忙啊 国际财团主席安查尔 即将要在博越酒店举办一个酒会 然后呢 我没有情见 然后呢 我想你帮我混进去 为什么 因为你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啊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为什么要帮你啊 因为我要见到安查尔先生 然后想办法拿下他七星级酒店的设计项目啊 哈喽 刘火 听得懂地球人的语言吗 看着我的嘴型啊 关我屁事 不会让你白帮这个忙的 我不稀罕 不稀罕 怕是做不到吧 我早就在想 你被辞职不单单是因为我那件事的缘故吧 怕是你自己在那里早就混不下去了 现在别说帮我这个小忙 搞不好你自己要走进酒店都有问题了吧 刘火你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说说到这个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本来我大堂经理干得好好的 我在酒店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啊 眼看着马上就要升职加薪了 再说了 你凭什么说我做不到啊 我告诉你不要拿门缝看人啊 我在酒店整整干了五年五年哎 这酒店上下大大小小的部门我哪个不熟啊 别说什么商务宴会了就是大迷信的婚礼 我也得能带你进去 都是因为你 都是因为你把我的大好钱都给毁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怎么就能够那么轻易地放过我呢 现在你帮我这个忙 我可以给你一份工作 再给你 请问 请问之三的齐全股份 你公司上市了 指日可待 画大饼吧 千分之三值多少啊 几百万吧 多少几百万真的吗 前提是接下这个项目 你的意思是说我只要 让你跟安查尔说上话 就那么简单 一言为定干杯 等一下 为了我们的合作 干了 好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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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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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宴会挺剩的 这么多人 还行 好 你看我这衣服好看吗 我特意挑的 什么衣服啊 我只看到你裹了一条棉被 懂什么呀 我这衣服都好看 后面不能漏 什么东西啊 干吗呀 这被人看见了多不好 什么啊 你这样挺好的 你拿掉拿掉 我不懂 你拿掉 不拿 你是什么时奈的人哪 露点被怎么了 你围着这个大家都会看我们 觉得你很奇怪 我们行踪就败露了 我穿越回来的行吗 我不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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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掉 你干吗呀我不拿 你拿掉 你还想不想做什么 我不拿了我不拿 不行你拿掉 拿掉拿掉 别吵 松手 为了千分之三的股份 看好了 不要了 别吵 看来这么如神的 要不要给你男朋友 去打个招呼啊 好 童总 今天 我是您的女儿 知道就好 童总 那什么火 流火 你也是个男人 知道什么叫 戴绿帽子的滋味吗 这点何与其做得比你好 这叫什么 这叫良勤折磨而戏 这顶绿帽子 你戴定了 是吧 雨天 走 你戴着我 小巫人在乱大梦 别忘了 咱不是来找安智尔的 不是找童总的 怎么又一天我要让他后 好了 走 各位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今天真的特别高兴 看见那么多的老朋友 还有新朋友 盛装的来参加我这个酒会 我更觉得非常的荣幸 可以为大家组起这么一个交流的平台 我准备了一些我喜欢的红酒 小锦兴 希望大家一面喝一面吃 而还有 我有一位老朋友 相信大家都认识的 佟建国先生和他的女伴 何雨琪小姐 她们 会为大家 共舞一曲 现在舞掌有请 佟先生 何小姐 谢谢 谁 遥先生 您好意 他自己的潮流 那些潮流 你不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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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你不在哪里 你不在哪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